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一 很快两天假又过去了 今天台北股市又涨124点 上星期三天记不记得 礼拜五涨155点 今天又涨124点 强得不得了 市场钱太多了啦 热钱是这一波台北股市 很重要的柴火 但美国股市的大涨 也推升全球股市多头继续攻 礼拜五美股四大指数 都创历史新高 道琼248点 纳斯达克0.7% 费城包底最强2.84% 全部都创历史新高 因为拜登说 他上任之后 要发1200美元的线困金 三万几块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真好 所以可见的拼金剂 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跟大家讲过啦 不管谁当选 选后美国股市 就是大多头 而且是孤孤重重的 你看我给大家看过 2016年 川普当选那一次 选前胶着 选后大多头 再往前 2011年 欧巴马连任那一次 选前胶着 选后又是大多头 所以不要再有遐想了 那以后就知道了 四年后美国还是会再改选 到时候就知道会怎么样走的 所以这次美国在选前 很多人看得很悲观 我说你放心 选后一定大涨 选前胶着 选后是不是就大涨了 你看费腾报告题 从2,219点 涨到礼拜五 2,793点 25.8% 25.8% 真凶啊 全球最强的股市 就是美国 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大涨 在蓋什么东西 跟我们有关系吗 我们来看看 上礼拜五美国股市在蓋什么 当然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 ADR也是大戏 那美国股市在涨什么 在涨平概股 苹果虽然平盘 可是平概股 都大戏 高通 博通 蓋到5%去 赛琳斯 恩智浦 美光 更涨到5.9% 那硬跌了 WD SEGA 也涨6%跟2% 所以 礼拜五美国股市 平概股很强跌的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的平概股 你看红准 连红准就起了 7% 红海6% 河溯3.3% 广达3% 看到吗 都大戏的吗 都大戏的 JS 红海集团也叮咚啊 红海 红准 JS 所以是不是跟大家讲 外资作帐 集团也在作帐 你看最近集团股是不是一档一档都上来了 都跌起来了 另外 除了平概股呢 美国股市礼拜五 特斯拉是平盘的 小涨0.95%而已 另外一个强的焦点 石油股 石油股起3%至4% 也不错 所以美国礼拜五的上涨 对台北股市好不好 好啊 因为平概股 全部都大戏 台湾平概股这个族群是最大的嘛 所以再来平概股要注意啊 今天只是 小事伸手而已 后面平概股要注意啊 因为苹果这次iPhone12 发表时间比较晚 所以整个出货 全部delay到后面 10月11月12月 尤其11月跟12月 所以平概股 后面会站好要注意哦 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 马上就涨174点 1万4千300空落了 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跟大家讲过 万三不是元 一万三一点都不高 很多人担心一万四过不了 你看不但过 已经冲到一万四千三了 怎么办 这一波 涨了一千八百二十六点 也不错啦 可是14% 14%跟美国的25%比较起来 我们还是有加油空间啦 所以高兴归高兴 也是要加油啦 又输美国输得很多的 那今天收盘涨一百二十四点 没败 可是外资卖六十四亿 台子行进多单 继续减少三千八百零六口 总数降到剩下 五千九百几口 可见的外资 逢高继续继续卖 涨高的股票 然后买进底部的起涨股 所以跟他说的同样嘛 我在十月底 我在十一月底的时候就跟你预告了 十二月的行情 重点是在个股 底部会起 管店会买 所以管的你不能对要买 要买底部会买起来 外资会继续做账 集团也在做账 对 你看联电集团的股票 联电 系统 对 联勇 联家军好强啊 那鸿海集团也起来了 对 鸿海 红准 广宇 这几十八也开始叮当啊 台阳 有没有 所以十二月是一个很多元的 基础不重要 指数不重要 重要是你买对还是买错 所以养成 不追高 买底部 才是最重要的 不追高买底部才是最重要的 我讲过 材贼是社会表 你黑白色都会贪大钱 帅到中心贪多费 帅到旁边 也可以发一笔小财 因为十一月的行情 我在十月底就讲了 外资要赶作业 所以你看十一月 一下子涨一千四百多点 外资买一千五百几页 十二月就不是了 十二月社会表 十二月 十二月是拔败 拔到新败你就贪钱啊 拔到秋败 拔到没败 就可笑了 所以在十一月底就跟大家讲过 十二月要看个股 要看个股 你看今天 大盘涨 一百二四点 上市才三百四 三百四八加涨 五百三十一加跌 平盘有八十加 上贵才两百一四加涨 四百三十一加跌 平盘七十六加 只有三分之一 只要 所以你看基础不准 今天 一百二四点 只有三分之一只要 三分之一是漏的 不然你看一下 你手中的股票 今天漏也漏 你今天手中的股票都漏 代表你的股票不错 代表你的股票是对的 你今天股票如果是跌的 你要税利 要看一下它是在高档 还是在底部 如果底部就没关 那如果是高档的 要怎样 要换了啦 听到没有 要换啦 所以在十一月底 就跟大家讲过 十二个的行情 要注意 基础不是重点 重点在个股 你要买的股 你要买底部的基优股 十二个同样的 三十八五十八 结束要贪下去 三十八五十八 结束要贪下去 所以十二月的行情 你一定要有林核燕的陪伴 我还是作杖武林机枪 我继续带你 唱后面的去 五十八的行情 我继续带你唱后面 有机会去 五十八的行情 又有的啦 还有 不少 我不敢说很多 还不少 就看你 知道不知道而已 你看最近台北股市强对不对 南韩比我们更强啊 南韩这一波已经二十一%了 比我们更强啊 我们才四%而已 对不对 南韩二十一%更强了 为什么 因为最近面板记忆体在涨价 南韩就是面板跟记忆体全球最大的嘛 尤其记忆体的部分 全球七成的产能 都是南韩产出来的嘛 所以南韩股市 起平了得多 可以想象嘛 那我们最近最强什么股票 也是面板跟记忆体嘛 对不对 最近最强也是面板跟记忆体啊 你看上礼拜二 面板 大戏 两九十万张 拜三又大戏 七十六万张 拜四休息一天 拜五又再涨停 又再七十几万张 所以这一波你如果没有做到面板跟记忆体的 你输了啦 你要怎么赢 面板记忆体飙成这个样子 我有跟你说吗 我提早就告诉你啦 要不然当时我告诉你啦 群创 作战重点股 休息三个个啊 我们几个买 十个一九五 九九十五 上礼拜 开盘 三十六分 十块钱再买 你看 你看礼拜二 礼拜一说白还在十块钱啊 礼拜就飙涨停啊 礼拜三过来一支 拜四休一天 拜五过来一支 那两个星期 高货十五就三八% 一百万就贪三八万啊 怎么办 这次你如果做到面板股 做到记忆体股 你又很高兴的啊 不做 你就输啊 对不对 你就输啦 是不是外资还在卖 我们就开始买了 等到外资一归队 是不是帮我们抬教 所以跟大家讲过 不要去帮主力抬教 一直在追强势股在帮主力抬教 你要像人家那样 买法人股 在法人要买的归队的时候 先买来等 等到法人一归队 就退我们抬教了嘛 就帮我们抬教了嘛 是不是继续去 那两个星期三八%有劲吗 今天 13.85又涨了6.9% 你看从9块4买进 到今天13.85 47%的 两星期 两个星期而已 两星期而已 47% 是不是对线我说的 50% 是不是对线了 是不是对线了 今天群创开高走低 进上的啦 去那儿乡到 稍税一个没关系 稍税一个没关系 两个礼拜 把人买了四三万张 第一名的 净值22块 够了税 下来的时候 有下来的时候 我带你又聚 有下来的时候我带你又聚 这又聚啦 面板正在涨价又聚啦 聚困三个的 没关系 不可能 一星期就继续了 所以这个下来还可以再减 你看记忆体也不错啊 上星期 记忆体全部大涨 对 尤达 华邦店 旺宏 华邦店 南亚科 群联 威钢 金豪 拜三 再来一支 拜四 休息一天 礼拜五 再来一支 今天记忆体股 又继续去 那就行吗 现在大家都在谈记忆体 我什么时候说的 我高级就开始讲啊 九月我再讲了 美国的法人调高美光的目标价 因为预期记忆体要涨价了 我高级就开始讲啊 我高级讲的时候没有人理我啊 对没有人没有人理我啊 两个月后 大家都能说记忆体啊 想办法我两个 对我做会贏 还是对别人做会贏 我的资讯比市场领先啊 你看美光当时在42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了 越起越高 美光起76% 所以一开始我就跟大家锁定了 联电 南亚科 华邦店 旺宏 这都大戏 我们没好你们大家都买嘛 对不对 没得多钱啊 从这里面挑一只本质最好的 但联电也很强啦 南亚科华邦店也很强啦 可是以获利来做比较 获利望宏最好嘛 毛利率望宏最高嘛 股价旺宏最高嘛 所以押望宏是有道理的嘛 那美光涨南亚科也起嘛 南亚科也起望宏也起嘛 那两个获利一样 毛利多10% 股价只有他一半 股价只有他一半 所以押望宏是对的啊 第一波上来买一半 24% 押回来第二波14天再买 这次买了 这边盘来盘去 所以有人说 买望宏干什么 买去啊 买两百亿的股份 买这种股票做什么 要买就买那种两亿三亿 起来变变的导致股 我就跟大家讲过 那些错误偏颇的观念 你要买本质够 有一定实力 能够在国际之间 跟人家竞争的嘛 那个才叫投资啊 你专门在买两亿三亿 公司规模很小 在国际之间没有竞争力 只是市场竞争在吵而已 那就帮人家抬轿嘛 你又帮竞争抬轿嘛 大气没不对 也会大路嘛 没保充嘛 所以股票投资 你如果认为是一个投资行为 你要有正确的观念 我希望能够导正 大家的观念 你看这一波是不是 我自己归队的大气了 我末的时候 法人还没归队 我是不是又 买进去等法人帮我抬轿 我都会这样做的啊 你们每天看我的节目 你们都知道啊 那这一波24% 这一波又26% 你加起来就买50% 今天又大涨 46块够了 就光是这一波31 到46.9 就51% 你看外资也是继续买 光是这一波就51%了 加上前一波20% 两波加起来 70% 70%啊 有没有对线 我50%的 告诉你 又有很多50%的股票 是不是对线给你看了 不是一支随便说而已 但南亚科也不错啦 可是南亚科外资买的少 旺宏外资买的多 差得多 虽然外资的做到一支 南亚科划100 我觉得你不要太乐观 旺宏价格比较低 获利比较好 可是也不要追高了 我不喜欢追高 大家都知道 现在要不要叫你 要不要旺宏了啦 我们不要买面子起来的 不要买面子起来的 你看威刚 10月26 威刚 60.861.2买进 上星期 6.5 再买 6.5再买 当天涨停 隔天拉高 先走一遍 因为浪太大 我不敢破 这样也不错啦 6.1买 6.5买 一星期而已 19% 也很好啊 对不对 但威刚还是又上去了 我一天没掉了 也是又去 去我没有去堆了 我就不追了嘛 一星期放19% 可以啊 再找下一支股票 对卫民国路求啊 你看群联 我当时200都跟你讲 400了 是不是快来了 气管就不要堆了啊 我们又买底部的 我们又买底部的 你看外资作帐 我第一档讲什么 就是日月光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日月光也有最多的嘛 我对地部开始买开始讲嘛 每天都跟大家讲日月光 你敢有买 我说够多的啊 6.3元 我一直在讲日月光 中间又做了个差价 差价也卖算也没关系啦 没差那两块钱啦 是不是继续去 是不是外资还没买 我们先买来等 等到外资一归兑之后 还是帮我们抬轿嘛 对不对 也是帮我们抬轿嘛 起了八十一块八 一百万炭三八万 会再起啦 但掌握这里来 起那边来 我又没有建议你又去队棺了啦 你看日月光的ADR 已经破 古年一管店嘛 相当于日月光八十五块啊 所以日月光也是会再起啦 可是起那边来 又去队也没意义啦 日月光后面两个个 三个个 营兽都会创历史新高 所以只要经历完会再起 我们要买来买什么 买底部刚要起来的 底部刚要起来 再赚它五十%的 所以更上您的厌 外资作战武林机枪 我带你买的后面 会再起五十%的股票 不才会贪大钱 不然一直对我们就没效啊 对不对 盯总有付电话 进组的广告 小组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雇 华信投雇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雇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我到现场 十二个的行情 你不好去队关 要买队谱的 听到没有 不要一直帮主力抬教 要像林和彦一样 买在底部让法人帮我们抬教 这样才是骄骄人 你看国际也是啊 你有买吗 我三百厘四块买完之后 我就开始每天讲 藏也讲 爹也讲 一开始就跟你喊五百了 你看看什么 越去越管 是不是底部买来 等法人帮我们抬教 对不对 什么越去越管啊 四十八 四二七啦 四十五八 国际我没叫你去队子啦 你带我这样做 我带你买底部的股票 你要探三十八五十八 够有机会 而且我带你进 我都会带你出 带你前我都带你出 你看原相也是啊 因为买队谱的 买完之后就大戏了 关心买一个 因为打下去了 打下去就会去 今天漏完就漏了 十二月营收又历史新高 连三四五八了 所以这个股票 开始发布营收 这种股票就会开始起了 这个礼拜营收发布很密集 你要找底部的股票 获利创新高的 你看金测满 他买底部的好不好 买完之后大戏 六百五十五块买的 你都知道了 戏管怎么会买 卖掉之后今天是不是下来了 像是七百三十五啊 让你带进带出 这也是啊 茂林也在底部部的 一下二十趴 涨高要会卖 卖掉之后是不是掉下来了 这也要打第三基卡在的 这要招也要去 所以你要买底部的 是三五个大戏 预浸光也是啊 对不对 开始起了 这样一顶也趁九万时啊 昨天大家睡 后面又起 下午营收发布出来了 喜悦营收年增五十二趴 后面又起了 对不对 你要买这种要不去的 后面作帐会大戏的 这支也要不去 探山的股份 外资持股六三趴 你要买这种 要买这种 听到没有 才能够再赚三十趴 再赚五十趴 跟上您的宴 外资作帐武林机枪 我带你股票 后面会去五十趴的股票 广众服电话 祝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